在滋阳住的酒店,78块钱 看一下房间 不算大 和普通的酒店有点区别 多了个冰箱 小冰箱 还多了个抽油烟机 下面可以放电磁炉做饭的 卫生间 干湿分离的 我这个酒店在万达上面 万达上面有很多酒店 我以前在宜昌的万达也住过 外面还挺冷的 冷风嗖嗖的呀 俯瞰滋养 这就是万达了 那个白色的这一圈 就是万达的室内步行街 万达很多城市都有嘛 各个城市的布局啊 类似的 那一条 就是室外的美食店 收拾行李 这下是背包有 昨晚有人问你背了几个包 背了两个啊 一大一小 这个小包全起来啊 可以装到大包里 城市之间移动啊 所有的行李啊 都装在包里嘛 就相当于背了一个包 到了一个城市之后 我就会把大包 还有不必要的行李啊 放在酒店里 出去转的话 只为这个小包 昨晚直播的时候还送了个礼物 就是在楼下的店里买的 一只小猫咪 可不看 上面还有我写的字 一个人去中国李英文送 昨天的日期 2024年11月16日 有点磨花了 收到礼物的朋友见谅啊 后面5G粉丝团以上的 我会送礼物 牙膏 我自带牙膏的 这是英国原装进口的牙膏 安娜小绿管 我已经刷完了 我一直在用的 特别好用 刷起来温和不刺激 淡淡的薄荷味 刷完之后啊 口气清新 大容量的 这一只啊是130克 日常价39块9啊 只能买这一只 想买的 可以点我头像 去我橱窗里 在我橱窗里拍啊 39块9 到手三只 三只啊 差不多能用半年 没用过这个品牌牙膏的 你要拍一段试一下 牙霜我橱窗里也有 教大家一个 如果大家没带牙背的话 怕这个头脏了 教大家一个 带牙色的方法 矿圈水平 装到你那 封起来 你带气 防止鞋带的时候占空间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我自己发明的一个方法 原创 包括这个出门 一个人旅游只带一条床单 铺起来之后 把这个盖过来 不冷的时候就这么睡 冷的时候再把这个被子盖过来 然后这个铺到枕头上 相当于带了枕套了 就一件 顶三件用床单枕套 被套 这个特别轻便 窝起来也不占空间 也是我的原创 这个礼物今天去寄啊 地址已经给我了 广西的一个朋友 去退房 收了100押金 我住的就这个酒店 万达里面很多酒店的前台啊 在楼上呢 你好 退房 下楼去吃饭了 万达到正面 好热闹啊 今天周末 我昨晚呢就住在这段楼上 去后面的美食街吃吧 这是干嘛的 小人的头盔 然后就可以 就这样滑着它 滑着它 把它拖到正确的位置 就可以了 举行活动呢 滋阳市 2024年工商预防 项目广场宣传活动 灭火眼炼 要把气给它吹进去 因为它现在是 是新大桌顶的 来手拿去 我帮你 这个手给我 这个手 是全程能把这脖子扬起 推 去发股肉在嘴边 搜 再搜 能够呼吸 吃完饭去看电影啊 具体看什么电影 吃完饭再定啊 撈到后面去 白天这条街轮不多 很多店铺还没出摊呢 大柚子 四川野产柚子的 李子柒的视频中出现过呀 李子柒复出了 大家应该都刷到过 它是四川绵羊那边的 这条街上好多火锅店的 吉祥馄饨 要不就吃馄饨吧 桌上有马 烧马点餐 小酥肉6块9 鸡排6块9 虾仁鲜肉 四川这边把馄饨叫超手 20块钱 全家付20 先大体流浪一遍 玉米鲜肉的 这家店两种名字都叫 小的这个叫馄饨 还有面 饭 水饺 锅贴 包子 饼 鲁蛋 柴蛋 喝的 点杯喝的 鸡香豆浆3块钱 再点份 小馄饨 锅贴套餐 点好了 看一下一会儿去看什么电影啊 正在乐硬的电影 圣券在握 毒业 哈利波特 坟城 志愿军 志愿军 前段时间看过了 我今天就看第一步吧 胜券在握 11月15号上映的 今天才17号 刚上映没几天 时长135分钟 毛眼平方挺高的 9.3分 演之轮员 刘群子墨导演的 演员 邓超 邓云龙 大部分我对明星 不太感冒啊 大部分明星不认识 买票 万达上面有电源的 现在是11点24 就买这个12点35的呀 混沌和豆浆上来了 里面还有奶香味 加了糖 鸡汤 鸡汤 小馄饨 紫菜 葱花 黄色的好像是鸡蛋丝 好的 有的锅梯啊 两头是漏开的 里面有虾篮 还挺好吃的 外表撒了芝麻 就相当于尖角 小馄饨 小馄饨 这个瓶好大呀 为什么叫小馄饨呢 看 它下面比较小一点 去看电影 李三羊肉汤 这边的羊肉汤还挺有名的 不过我以前来滋养的时候啊 喝过 替云万达 三幅 我昨天晚上那个小旅屋啊 就在这个店买的 再买一个啊 今天晚上送 里面东西还挺多的 昨天买的这个49块钱 它有好几个颜色的 啊 今天还是买娃娃 还是买点其他的呢 主要是 女生的一些东西啊 快来水口吧 三胡 让你轻轻享受水战之火 就买包吧 尽量每次送的礼物 有点区别 这个好看一点 35块钱 斜跨 苹果 小狗包 只可以这样背着 装东西 这个挂起来 也挺好看 挂在家里当个挂家 付款 买好了 去看电影 这就是 在我酒店里俯瞰的那个 大圆棚子 店员呢 在顶层 去 取票 7号厅 他实际的票价是25啊 还有服务费5块钱 影厅服务费0.9元 自己捡票的 自己捡票的 北京丰泰照相馆 拍摄了由谭心培主演的 定军山 这是中国市值的第一部电影 厅里就我自己呀 我去看电影经常 遇到厅里没什么人的情况 现在电影夜不夜不太惊奇啊 五排七座这个 看完和大家说一下好不好看的 请不要拥紧 放完了 由出口处离开 总共我们四个人看到 还有两男一女 他们已经走了 电影还不错 讲职场的 职场关系错综复杂呀 我没进过职场啊 要让我进职场的话 我应该处理不好这些关系 进过职场的 人生用特写镜头来看是悲剧 用长镜头来看则是喜剧 卓别林 在职场待过的应该都能在里面 找到自己的影子 这边好的 好的 尤其是在互联网大厂啊 工作过的 行 这个视频那就拍到这里面 需要练习的 我就跟他做的 来到照顾